刚才我们把这个TensorFlow 它的文件读取的一个流程讲完了 对吧 那么后面不管我们读取任何文件 或者任何的这样类型的文件 它的流程就这样 首先第一步 你得把这些文件构造一个文件对立 通过一些API 第二个 你要构建一些呢 读取的 来把它读取出来 读取来之后 你要进去接码 接码之后干嘛 如果你需要多个数据 是不是要批处理啊 不需要多数据 那你就可以一次性读取一个 对吧 一个个去打赢 当然一般你肯定是需要多个数据 去进行训练的 所以主要的就是通过这样几个步骤 最多呢 也说中间呢 会有一些别的解析啊 过程啊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这样的话 这里呢 也给了在官网的图上面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对吧 首先你把这个文件 你可以乱续的 也可以顺序的 放进一个对列 然后你可以去读取 然后可以接码 然后呢 再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批处理 能理解吗 好 那么我们接着干嘛呢 介绍一下这每一步骤 对应的文件的API 那我们首先介绍呢 这个 CSV CSV文件 还有这什么 二进制文件 等等 图片文件 我们先不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构造一个文件对列了 构造文件对列 怎么构造 有个train里面 有个叫 string input producer 构造文件对列 string input producer 这个地方 string tensor 传进去的是什么呢 含有文件名的 一阶站亮 应该是个什么 就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列表吧 一个列表里面 专了每一个文件的名字 注意了 还是要加路径的 不然他不知道 在哪个地方找到这个文件吧 那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其实就是传到你的文件 有哪些 对吧 第二个 shave and true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他读取的时候 乱不乱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一般默认的都是true 因为乱跟这个顺序 对我们没关系吧 样本之间的顺序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吧 所以要注意了 那这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第一个 再第二个 是文件的这样一个阅读器 我要构造一个文件的阅读器 构造文件 阅读器 这个阅读器干嘛 是不是读取对面内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文件 它的阅读器不一样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几种 第一种文本文件 注意了 这种text line reader 是不是对于什么txt csv等等 类似的这种文件 是不是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他默认按什么 行读取 也就是说一次制读取一行 能解决啊 好 这是这个text line reader 返回一个读取器实例 接着我们是一个什么呢 all进制文件的读取 注意了 这个阅读器叫什么呢 fix line record reader 名字呢 这个reader都是一样的 前面就是你的类型不一样 对吧 那这个地方指定的record 是什么呢 诊取每次读取的字节数 那我们应该是按什么 按每个样本 占多少的字节 去读取吧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么第三个文件 这个我们下午再说 对吧 也是一种 他自带的tf record reader 对吧 好 图片呢 我们这里先不说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reader构造好之后 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 叫read 我们说了read的干嘛 是不是读取对列数据 是不是 你要把刚才构造的哪个对列传进来吧 传进来之后 读取了 注意返回的格式 它是一什么 文件名和默认的内容 也说key value key就是你这个文件的名字 value就是默认你读取一个样本的内容 能理解吗 key value就是文件名 文件内容 文件名文件内容 你有可能就是 A文件 A文件的第一个样本 A文件 A文件第二个样本 A文件 A文件第三个样本吧 是不是这个key有可能大多数都一样的吧 就因为你一个文件里面有多个样本 他默认读取一个 好 那这是第二部 第三部该干嘛 是吧 解码啊 文件内容的解码器啊 这个解码器也分文件的 由于我们从文件当中有的是读字符上 有的是读什么 比特 对吧 你这些东西一定要进行内心转换才能继续操作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Decode CSV和Decode RO 分别对应的解码 文本文件 解码 二级的文件 能理解吧 包括什么图片啊 还有这个TF record啊 我们再说 接码文本文件将CSV转换这个张量 也说你刚读取的时候 这个value还不是一个张量 能理解吧 你怎么去训练啊 还不是一个张量呢 然后 注意了 这里面与text line reader一般搭配使用 是不是读取文本吧 CSV文件 records就是你刚才读取出来的 每一个字符上记录环 是不是就是你刚才的value啊 你刚才读取出来是不是一个value 那我现在翻进去应该也是一个value 好 Field of the talent 这是什么 是不是你默认的分割符啊 那也就是说他不可 不仅仅是能读取CSV这种 以默认以逗号格开了 你以冒号格开了 以分号格开了 是不是都可以读 哎 你只要指定一下分割符是什么就行了 哎 类似的这种文本文的CSV文件都可以 最后一个 这个参注注意了 这个参注我们在演示的时候 重点要强调了 他是决定了所得张量的类型 并设置一个缺审的默认值 啊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好 那么这就是编码器对吧 还有 奥金的编码器 这个我们等 做到这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再说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读取这个东西了吧 那我们要先理一下我们的流程 API我们已经介绍好了 那是不是 首先我们这读取文件对吧 CSV文件 CSV文件 读取 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啊 那CSV文件读取呢 第一步 是不是要先找到这个你这个文件在哪个部录吧 对吧 先找到文件 先找到文件 然后构造一个列表吧 构造 注意了 这不是对列啊 构造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是不是装到 哎 某个目录下面哪些文件吗 接下来才是我们具体的 哎 接下来是不是要解析这个文件 哎 把这个文件的这个那个名字放到对列里面 对吧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的几步了 都是固定的 构造文件 对 对 对吧 第三步 构造 阅读器吧 然后读取 对列 内容 默认 按行吧 是不是一行啊 应该是默认一行 对啊 这是CSV文件 其他文件先不说 第四步 是不是玩解码呀 解码内容 对吧 解码内容 第五步 你可以批处理 你也可以先不批处理 都行 对吧 你默认想读取一个就行 批处理 或者说 那这那个多个 样本 好 那我们是不是这是固定的步骤吧 是吧 固定步骤 那批处理 反回到这样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要要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批处理 我们先不用 对吧 先不用 我们先呢 就默认读取一个 那我们来实现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实现 好 比方说呢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 一幅刚刚内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呢 定一个函数 我定一个函数干嘛呢 专门去读取这个数据 对吧 比如说这个 csv read read 然后呢 这里面的参数 比如说我传进去这个文件的列表 不可以 文件吧 我可以传进一个文件列表 fairlist fairlist 这个呢 就是我找的一个文件列表 好 我在这里呢 就可以调用了 对吧 那我们先这写上 好 读取 csv文件 然后呢 这里是文件的列表 文件名 应该是文件路径 加名字啊 文件路径 加 加名字的列表 好 反围呢 就反围 比如说 反围我们每 每个样本 读取了每一行的内容 我们先返回读取的内容 对吧 反围读取的内容 好 先呢 就return down 先return down 好 那么在这里 那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呢 在这里 我们先用几个简单的数据 在我们的这个目录下面 就先pass啊 在我们的这个目录下面 贝拉目录下面 给你们的也有数据 csv data 这个csv data呢 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 三个文件 a.csv b.csv c.csv 从最简单文件来看一下 每个文件怎么存储的呢 一行有两个东西 当然它都是自不创啊 这里如果是数据 我们就可以运行 这个直接去计算 如果是自不创 有的 你有的是不是要删掉 这也到时候可以删掉 那这里呢 也是两行 两列 然后呢 三行 这也是两列三行 那说我要读这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一行一行读出来啊 所以我们要构造 先找到文件的列表 在哪里 在我们第五同级目录下的data下面的 c.csvdata 是不是这个啊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csvread 要传一个fuel list fuel list 这个fuel list 是不是先得构造好啊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找到文件对列吧 文件列表啊 找到文件 列表 找到文件 然后呢 放入列表 好 怎么去找文件啊 是不是列举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哪些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 找到这个文件吧 是不是有三个文件 然后把三个文件构造一下什么 构造一下路径 路径加名字 放到这个列表 当中 是不是现在我们第一步要做这个事情吗 对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 找到这个文件 用什么工具啊 我们可以用os 可不可以 列举某个目录下的文件 用哪一个固啊 是不是用os这个固可以吧 os用哪个参数 用哪个参数可以用 os点 list点 好 这个路径啊 你可以用命令函参数 这里我就不用了 可以吧 你可以用命令函参数 在当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的csv data 这个吧 csv data 这个啊 csv data 下面 是不是这个路径啊 好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返回的这个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注释掉 对吧 这个定义行中 没关系 print了一下 我们的fail name 好 我来运行一下 是返回的文件名的一个列表啊 但是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要构造路径啊 因为你文件名传进去 他api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吗 不知道 你要构造一个文件的路径加名字 怎么做 怎么做啊 那我可以用哪一个函数去os里面用哪函数可以构造 osos.pass.join 第一个是你路径嘛 看一下刚才这个参数给的是不是第一个是路径嘛 对吧 好 那我们把这里呢 拿过来 是你的路径 是不是你的路径要跟文件名去拼接吧 这个跟他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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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循环的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文件名的拼接 哎 所以在这里 我用一个列表的这样的一个给他说掉 fail in fail name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里就取出fail name里面 每一个a.csv与他拼c.csv给他拼b.csv与他拼拼好之后 我再组成一个列表 新的列表 那我们把这个呢 就取为fail list就行了 fail list传进去 这就可以了 这里打印我们就打印 不打印了 好 这样fail list是不是传进去 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干嘛了 读取fail list的内容了 对吧 好 那么接着步骤就跟我们刚才步骤一样了 接着刚才步骤做完 第二步 就第一步吧 构造文件的对列吧 是不是我们刚才调报构造文件对列 文件对列通过哪个api string input producer 这里的 tf.train input produc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tf.train.string input 或者producer 第一个参数 string tensor 是什么 是不是你构造了这个文件的一个列表 看进去吧 是不是就传 fill 类似的进去 这是什么 好 那这里面我们就传第一个参数就行了 其他的什么sharp 默认都是万数的 那接下来返回的是一个 注意了 这里返回的是一个对列 我们是不是要构造阅读器 读取这个对列 好 第二步 构造 构造 阅读器 这里的阅读器 是不是csv的阅读器 csv的 不是其他的 阅读器 读取 对列 数据 默认 一行读取吧 如果是csv 是不是默认一行 还有换换符 对吧 所以先构造 阅读器 那么阅读器 在我们的第二个步骤里面 来看一下 我们用的是哪一个 用哪一个 是不是用这个 对吧 taxalign reader 好 那么在这里 tf点 tax 你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吧 好 构造好 这一个 我们这里面呢 没有参数的 没有参数 直接返回一个reader 注意了 很多东西 要有返回值 对吧 reader 是不是就可以读取内容 那我们怎么读啊 看到他们这些读取的阅读器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 叫read reader 我要读某个某某对列里面的数据 对吧 来返回key文件名 加value 加value 加value文件内容嘛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翻回key value 然后我就以这个value秘密了啊 好 reader 点reader 这个东西吧 好 阅读之后 读取我们的什么 要读取取这个对类啊 好 那我们先来打印这个value啊 给我们就先不打印了 好 我们这里呢 要打印这个value的值 好 在这里又没有开启会话 先不用吧 因为你不用打印它的值 你现在就打印开启它类型吧 啊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软一下 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去开启啊 不用 反悔是什么 它是一个值吧 但是这里面它的类型是一个reader reader的建立告 这是什么op名字啊 它是一个reader的一个opop op读取的某个东西是不是一个concel了 还是真的 但是里面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s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读取的 接着我们是要对每一个内容进行解码呀 哎 对内容进行解码 第三步 因为你读取的内容肯定不符合要求的 对 对每行内容分别解码 对每行内容解码 当然这里就一行对吧 它是不是默认读取的一个啊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啊 解码 那我们要用到第三个csv的API了 来看一下 接着是不是用decode csv吧 然后你的value records是不是你的value是不是你的值啊 这个探索型字不算吗 哎就是你每一行的内容 每个样本的内容 然后record defaults这个是重点 等一下我们再说 然后分割符默认是逗号csv是不是默认逗号 好那接着就是tf.decode decode cssv第一个值你要解码什么东西传value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 record defaults record defaults注意了你这个地方不用再指定了吧 好 record defaults看一下参数决定了你所得的张量的类型 并设置一个在值在输入时候的默认缺少的一个默认值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一共几个列 脸列 那每一列它的类型有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一列是自不串 这一列是int 这一列是float 这一列是什么 就是你读取的时候 大多数全部都是自不串吧 但是我想要指定每一列的类型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它的作用就是指定每一列的类型啊 record defaults我们直接把复制过来 react defaults干嘛的呢 指定每一个样本的每一列的类型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 我可以指定这一列读取这个结码的时候 是int的结码 string结码flow的结码还是其他的 那还可以干嘛呢 诶 指定默认值 比如说当我读取的时候这一列某某一个位置没有默认值 没有值怎么办 是我可以填个默认值给他吧 诶 所以react defaults非常重要 那这个格式怎么写呢 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records吧 I-E-C-O-R-D-S 这个records必须是一个二维的列表 二维的这样一个张量相当于是一个张量东西 那么这里面装进去是什么呢 每一个假如说我们现在有几列啊 是不是两列啊 两列那你就要分别指定两列的默认值和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第一列都是int的类型 那你就用一个e e就表示你是用e的类型去读取的 而且默认值是什么 就是e 如果说你是out 那你是什么类型 也是int的类型 那他这个空缺位置的默认值是什么 out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的格式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一列是想想以字符串去读取 是不是你指定一个字符串 然后默认是什么 no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是float 我4.0说明这一列 它是float的类型 默认值是4.0 所以这地方要追了 指定默认值 好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两个特征 两个列是不是都是字符串吧 假如我们就先以这样一个字符串去 替换掉 默认值确实指定 好 返回我们的records records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对这个value进解码 指定每解码的时候 每一列的东西吧 每一列的类型是什么 好 那这样的话 你读取出来 应该是在这里 你读取出来 这些东西都读取出来了 好 那么decode csv 它应该返回是什么呢 哎 它返回的就是每一个样本的每一列的值 每一列的值 啊 就是说你有多少列 有多少个东西去接收 好 那这个返回 这里没写啊 那返回是什么呢 你是有连列吧 那我就用连列的内容去接收 好 我比如说叫 这个地方叫 name 比如说name value吧 比如说叫 example example 和label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读取的只有读取一个样本吧 那这个样本这一行有几个 列 有两点 那你是不是example接收第一列 label接收第二列 能理解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五列 是不是你要用五个值去接收啊 当然 你也可以用一个值 远组相当于远组一样的接收 然后取出里面第一个第二第三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一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example 那个解码了 哎 那我们继续打印 example label 到底是什么 好 print一下 我们的example 和label 好 这样接吧 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 你指定了string类型 把两个东西分开了吧 不是 是不是分开了 好 那么接着我想要打印它的值怎么办 是不是要开始绘画了 对吧 哎 你要打印值必须得分开 因为它是一个 op op里面是一个 string的类型的通色值吧 对吧 好 返回example label 返回这来呢 我们这里接收一下 比如说叫example 一样吧 取个名字 label 等于这个 好 那么接着 我是不是在这里 可以开启绘画运行吗 哎 开启绘画运行 结果 好 那这地方 我们要 vstfd session sess 好 首先 我们在这里 还要不要先出手 变量 没有变量吗 对啊 不用出手变量 不用 不是所有的 这个代码 都需要的 那我们要干嘛呀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不是还没指定这个线程 哪个线程去做这些操作呢 你的主线程是不是还不知道 你的主线程要指定一些线程去做吧 那这个地方 哎 我们的线程指定操作 还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们开启线程 线程让他去开启去做 哎 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是固定的一个鞋法 来看一下 开启线程操作 只要在我们的绘画当中运行 一个就行了 看一下怎么开启的 tf.train.start queenrunner就行了 就开启你所有的这些线程 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刚才这几个步骤吧 好 那第一个是session 第二个是could就可以了 这比刚才更方便一些吧 刚才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要定义 你这个线程要执行什么操作 然后再去开启 是不是要这么很麻烦吧 现在你已经默认了 这些是不是线程就做了 这些是不是线程就做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只要去开启线程就行了 好 开启我们补取文件 文件的线程 那怎么开启 tf.train.start queenrunner 来我们来看一下参数 第一个 绘画吧 session 好 第二个 code 这也是要回收的吧 这 现成的一个协调器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需要code的 我们只需要这两个三种 好 这个地方code还没定义 我们要定义 我们要定义一个线程 写 协调器 好 那tf.train.coordinate 注意了这些在后面文件读取都是固定写法了 因为你必须得使用这个API必须得使用它吧 那所以就固定写法好开启线程 注意了它这个地方也会翻为线程操作了你就说你开启多少现在你也有多少个操作吧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去打印读取的内容 好 print一下 print一下我们session.run run哪一个 是不是runexamble label就行了吧 是不是run它啊 我们把一个examble labelrun是不是就默认读取了每这一行的内容 打印出来了吧 对吧 好 接着不要忘记了 那不要忘记回收 现成 只现成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呢 could.request stop request stop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回收啊 could.join我们的threads 好 那么这里面都是固定写法 也就是说我们开启线程之后才能再去打印读取内容吗 啊 这里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你现成再去执行才能打取 读取 你不能说先打印再去开启了 这一开始给你打印不了 好 那么这就是固定写法了 那我们现在来打印一下 看到读取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看一下读取的是什么 是不是默认就一行吧 你但是这个文件是不是乱序了 他读取了B文件的第一行吧 这乱序了 他没有说从A必须开始读 B已经开始读 C开始读吧 好 那么这也就是说我默认读取一行 好 那现在如果这数据已经符合要求 是不是在这里 在这下面是我可以去训练了吗 把数据拿过来放到我这个训练里面 是不是可以训练了吗 到这个模型里面 但是现在你想要多少啊 我想要默认读上能够多一点 对吧 你一个数据我训练是不过瘾了 那我要多一点这么办 就需要P处理了 在这个地方对吧 我们要进行多想要第四步 想要读取多个数据 想要读取多个数据 就需要P处理 刚才我们说了P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I 管道读端P处理啊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来 在这另一端呢 来直接多个数据 那这里面也是一样 跟我们的这个 那个对列一样 有什么 FIFO Queen 也有什么Random Shuffle Queen 对吧 这一样的 就一个乱区一个顺序 那我们呢 就直接默认使用Bench就行了 第一个参数看一下 Train里面Bench第一个参数 Tensor可以是包含张链的列表 那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我要读取多个的话 是不是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就行了 Tensor包含了你的张链列表 等一下我们再看Bench Size 从对列读取的P处理大小 Nonthread进入对列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我多少个这样的东西去进行读取 多少个东西去进行读取 那Capse就是什么呢 整数对列一种元素的最大数量 也说电影里呢 是吗 对列大小吧 是吧 好 那我们就来Bench 来看一下 TF.train.Bench 好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读了一个吧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个东西一个列表的形式放进去 目的干嘛 我第一次读取一个 好 第二次我再读取另外一个样本 把它同样放到这个对列里面 第三个再读取 哎 最近多少个我再去训练 是不是 好 第二个参数注意了 它是什么Bench Size Bench Size 就是说你每批次读的多少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多少个样本 等一下我们会调这个数啊 这两个数不一样 它的结果也不一样 A1 A2 A3 对吧 这有A3 那么三个文件一共几个样本 9个样本 我是不是全可以读起来吧 9个样本 然后 NumStreet 就是你直接开始多少线程 然后我们就开一个 然后Capacity Capacity指定什么 你叫对列的大小 那对列大小跟你批处里 取多少数据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先我们默认 9 也说我指定这对列多少个 9个数据 对吧 在这里 我们这个对列是不是9个数据啊 然后呢 我现在批处理多少吧 是不是也9个数据啊 就是说我 子线程 把9个数据放进去了 我主线程才取出9个数据训练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它有返回值 返回值就是你填进去了 这些东西 那我们返回什么呢 Example 干 Bench 那我们问一下 Example和Example Bench 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它的数量比它多 那多在哪 是不是就9个数据啊 Label 干 Bench 好 这是我们的固定写法啊 Bench 对吧 这也是Bench 好 那我先呢 去打印一下 Example的Bench 和Label Bench的这个形状 Label 干 Bench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打印的这个比较 之前没有打印对吧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返回Example Label 这里啊 为了理解啊 为了理解好理解呢 在这里用干半期吧 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这个打印先看到这个打印的东西 是不是9个样板 看到它形状是不是三天是9个样板吧 哎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不看了 往下看 看我们打印出的数据 是不是只有一个了 不是吧 现在是不是9个数据都出来了 他先是读B文件里面的B2B3 注意啊 就是按这个Example和Label 先是这个部分是Example 这前面这个部分 包括下面这一点是Example 后面是不是这部分是Label吧 然后我们先看Example 这个是B1B2B3 A1LA3 C1C2C3吧 是每个文件里面第一列吧 我们是单独取的 对吧 然后每个文件里面的第二列 是不是也出来 B1B2B3 是不是跟这前面对应的吧 A1LA3 跟这也对应的 是不是就顺序对应的 去取出来了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P处理 读取了文件当中多个数据吧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看这个P处理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有很多需要调 这个地方如果说 我每P次啊 去训练多少呢 我每P次去训练的这时候呢 我样本 比如说给20个样本 那20个样本 但是我们现在样本就多了 9个 那这怎么办呢 而且我每P次取20个 但是你对列大小也就9个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结果啊 看一下有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他取出来是什么 看到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example 第一个 第一列特征啊 A1EA2F3 B1B2B3 当然顺序乱了 所以读取又不一定是B了吧 然后S1E S2F3 干嘛 又空心开始B1B2B3 S1S2F3 A1EA2A3 又来B1B2 比如说他的数据 是不是循环的来了 所以P处理大小 是不是没有关系吧 所以我们这里要写了 P处理 P处理大小 大小 跟什么 对列呀 跟数据的数量 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就是说 他的这个大小 就一定是决定了 只决定 只决定干嘛 只决定我这一P次取多少数据吧 只决定这P次取多少数据 至于这里面的数据重复重复 有没有影响 没事吧 对吧 你数据重复 对吧 我重复一次 我训练的时候 重复这些训练 是不是也可以吧 所以A1EA3 你出现一次 又出现一次 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就是开 这就是这个Bench Size 也就是说 最终决定你每P次取多少数据 是这个 好 假如说我现在把对列 对吧 我定100了 那你觉得这个取出来数据 应该是多少 现在我把对列定100 然后我每P次20 那我们这个地方打出来 ExampleBench LabelBench 应该取出多少数据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刚才那样的各式数据 也就是说 最终取出来 每一次 注意了 每一次取出来多少数据 是不是跟它有影响的 那我要训练的时候 是多少P次 我就假如说 在这里Full循环一下 Full一个循环 I InRange 比如说取三次 那是不是三个20 就一共取60个数据了吧 是不是 所以最终每P次多少数据 是不是受它的影响的 跟它有关系吗 没关系 这个只是你一次性能存多少而已 就算我现在定义对吧 定义五个数据 好 我每次要取20个怎么办 那我就先把五个放进去 你主线程是不是就取五个 但是我取五个要不要用呢 不用 我再等子线程再放五个 好 再来一次 我取了五个 现在有十个了吧 再等子线程再存五个 你主线程再取五个 是不是十五个了 最后一次 是不是取二十个 好 二十个满足了 然后去进行训练吧 也就是说 VingSize最近 最决定你最终取到了多少 多少个数据吧 哎 这里面要注意啊 VingSize决定你取到数据 一般呢 我们肯定是一b次你多少 对吧 比如说一b次你 哎 二十个数据 或者说一百个数据 然后你这个对链呢 我一般以这个 这个每p次三等就行了 或者比它大 都可以比它小 也可以的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追了 我们先呢 假设取还是九个对吧 好 那么这样 我们就讲完了 这样批处理 包括批处理这几个参数的意义啊 这几个参数的意义 一定要记清楚了 搞清楚了 它的参数 VingSize CM City 它是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的 一般我们把这两者设为相同的值就行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CSV文件读取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能够自己去读取吗 一样的吧 首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固定的写法吧 你只要APM拿过来 然后每一列特征是什么类型的 指定一下 批处理一下 是不是就能拿到我们的数据了 哎 接着 大家会玩的那种运行就行 我请不吝点赞 我请不吝点赞